我 我 师父 把他交给我吧 哦 你要他有什么用 刚刚他们说的倒是提醒我了 至今黑斑易还没有剩进的感染者呢 让他撤去钢器 也许药王谷能直接借此 一举研制出黑斑易解药呢 嗯 你说的也有理 那就这么办吧 那 为妨你不老实 这是药王谷炼制的短暂压制灵类的药 扶下它 这 就不必了吧 不愧是云魔头的弟子 好生歹毒 你不愿意 愿意 自然愿意 解救天下苍伤 我被义不容辞 走 回去看看古内情势如何了 是 云爷 今日之迟 我记住了 你是药王谷的长老 好 何事 莫非也想拿我炼药 您误会了 这是止血治疗的药物 龙掌门快扶下 云魔头 我歹毒至极 要往古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我岂能与之为伍 我是来找掌门谈合作的 怎么不见小鹿 他这两日仿佛有些新事 你见过他吗 他刚刚说自己有些不舒服 所以回去休息了 这么大人还向我撒娇呢 非要我抱抱才跟走 听说师父总也被他吓得不轻 你也知道了 明日就是约定的时候 那些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酥酥的 谁在那 解释一下 师父 我错了 往常这个时辰早睡得不省人事了 怎么今日跑到我窗外看了半宿 我就是想看看师父 又怕打扰师父休息 实在忍不住了 就想偷偷瞄一眼 你呀 下次光明正大敲门就是 我去看看小鹿在做什么 各大圣域应该快来人了 你先去应付着 是 师父昨夜 应该没有起疑 今日就是师父与青龙太虚约定之日 小心多活了这三日 能多见见师父师姐 我已经满足了 紫银师姐行事周到妥贴 她做上青龙掌门之位 对莲花蜂的益处只多不少 好在我领走前 会给师们丢脸 用别了 这是 索先生 师父 胡闹 这是在做什么 我 我在练着解药 为师父分忧 你如今不过肚结性 如何炼制 一起来说话 我翻过了古籍 书上说 只要吞附幽灵珠再行炼制 便可事半功倍 什么 你吞了幽灵珠 师父 你让我来吧 幽灵珠含剧毒 吞附后 我逼在医院内枯竭而死 不如让我死前 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你呀 我就说你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 不下这枚七星子鱼丹 你会没事的 这枚丹药也太贵了吧 坑爹系统啊 听 您前日说的账我给您划掉了 投诉查一下呗 下次若有从事行为 我一定提前告知 信仰值剩余二百五 是在暗示什么 纯属巧合情 这枚弹药 起码是个鲜品 回声热起来了 不仅幽灵珠之毒一解 我的境界似乎也有提升的趋势 系统出品 定时精品 请记得好评哟 徒儿不消 又让师父费心了 不过 黑半衣的解药怎么办呢 随我来 好戏要开场了